恭喜我们的肖战大帅哥,获得了2022年世界首帅的称号,肖战被誉为世界最帅的颜值,这已经是肖战第三次入围世界最帅面孔了,大家说全世界人民的审美标准果然是统一的,此次评选结果是由来自全球141个国家的200多万张选票的最终评定结果。 粉丝们说,其实肖战人品比颜值更出色,颜值只是他众多优点中的一个,实力和人品谁了解谁知道,肖战从亚洲首帅到世界首帅,到世界最时尚先生,这几年这些名头真是纷纷送到了了大帅哥的手里,想低调都不行啊,说句实话,肖战本人是从不在意的,很多的评选,国内的粉丝都不知道,都是由国外媒体发起举办地。 肖战的盛世美颜,被誉为娱乐圈的颜值天花板,统一了饭圈审美,女娲的炫技制作,说的就是肖战。 肖战优越的美颜,高挺的鼻子,花瓣一样的嘴唇,完美的120度的下颌角,加上肖18 3.6的完美的身高比例,肖战简直就是行走人间的艺术品。 移动的5A风景区,关于他的颜值的别称,也是数不过来了,上天是给了他多少的偏爱。 肖战不仅有着盛世的容颜,还有着五股丰登的灵魂,真的是内外兼修的超级大帅哥,加上肖战超级自律的自我形象管理,使得他每次出现都有新的惊喜。 做肖战的粉丝,永远不需要为他的颜值去反黑,这是特别让他粉丝放心和骄傲的地方。 30岁的肖战,正处于男艺人的当打之年,这样的盛世美颜,估计还会持续很久。 都说肖战是脸在江山寨,但内外的东西,总归是吸引人的,始于颜值颜值忠于人品就是这个道理。 肖战本人也不否认自己的优越颜值,给自己带来的好处,但是他也表示,想要走得更长久,当然靠的是能力。 希望肖战珍惜上天的恩赐,在自己最盛世的年华,拍出更多更优秀的作品,留下自己绝世的风华,给自己更给爱他的粉丝们。